大家好 四川信托爆雷了以后 出置方案下来到现在已经刚好一周的时间 这一周受害者签约的速度远超预期 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已经超过6000户已经签约了 已经达到了总的受害者的70% 只要达到90%到时候拿钱的速度会快一些 但是即使最快一切顺利 在明年年底能达到钱已经要烧高香了 所以等待的时间非常的长 真的是不容易 这一次为什么这个方案是史上最差的出置方案 大家还踊跃签约 最近我也接触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受害者 大家共同的心声 用一句话总结 就是哀魔大于心死 这一次的出置方案到底有多么的残酷 这两天我听到一个可能是中国信托史上最魔幻的一幕 就是有一个穿性的受害者 他是500万 按道理的话能拿回55%也就是275万 但是最后给他一计算 他一分钱拿不到最后还要道歉 信托公司几万块钱 这一幕是可能会记录中国信托史的历史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号称是史上最差的出置方案 除了那个拿回本钱的比例最低以外 另外还有个条款 就是你从2018年开始过往的信托收益 是要扣除的 就是超过200万部分的金额 再乘以50% 这个金额是要扣除的 也就是说他过往的收益 要扣除的部分是超过了275万 所以他就成了负数了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以前信托的规模很大 应该是上千万的规模 在2018、19甚至2020年 他总的收益应该是超过800万 减去200万还是600万 600万的50%就是300万 他本来能拿到275万 再扣除300万就成了负数了 道歉信托公司钱 所以这个方案真的是非常差 为什么八千受害者大多数都无赖的牵制 不管是忍痛也好 寒泪也好 壮士断完也好 但不得不签 因为别无选择 因为大家彻底绝望了 不管什么方案 都想尽快把这个东西了结 就像四川信托他的公告里面 他也说 这个方案是穷尽了 四川省成都市 所有能够调动的化险资源 省、市、国企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付出了大量的真金白银 这个方案已经是最优方案 并且是得到了层层的审批 以后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其他的方案了 不可能有更好的方案 甚至不可能再有方案了 这个就是最后一次 就是末班车 你愿不愿意上 就随便你了 习听尊便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实际上从这段表述 我们也看得出来 就是让人非常的感慨 因为从这三年四年的时间 因为我也在参与这个维权的一些过程 也去参加过他们管控组的一些什么发布会 我得出的一些体会 就是第一 确实四川的经济实力不够 因为当时大家心里面有个 诉求当然是本息全回 但是有一个最底线 大家心知肚明的 就是那个方案应该是不会差于安信的处置方案 因为四川信托的底层资产 大家普遍认为是远远好于安信的 因为安信的那个老板啊 他是叫高天国啊 也是个四川人 那个纯粹就是玩资本的一个烂人了 所以他经手的那些项目啊 都是一个比一个烂了 但是他跟那个啊 川信的那个老板啊 刘昌龙啊 两个是烂兄烂弟啊 所以他们经常把一些烂资本啊 捣过来捣过去啊 玩一些那种资本运作啊 所以最终是安信先爆雷啊 接下来川信爆雷 然后他们的很多项目啊 都是烂在一起的啊 就是都是烂在一起的啊 当然啊 因为安信嘛 他主管的地方是上海啊 上海的经济实力 以及他国企的实力啊 这个无庸置疑啊 肯定是要强于四川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啊 我的感受啊 就是人家上海 他的行政的效率啊 确实远远高于四川啊 有一次管控组的那个新闻发布会啊 他们自己说的嘛 啊 就说 有很多资产 双方都有份啊 比如说这个资产还算比较优良啊 安信占一部分 川信占一部分 但是上海警方配合当地上海的法院 就直接把整个资产全部查封了 啊 就说法院到时候一审理 毫无悬念啊 这个资产就归于安信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四川信托的 处置方案 是远远不如安信的一个原因 哪怕底层资产更好啊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非常无赖啊 因为 这四年来大家 啊 亲眼目睹啊 感同身受啊 得到了结果啊 啊 就只能是这个这个样子啊 但是我觉得 最让大家绝望的啊 还是 目前的那个时间点啊 对未来的经济的一个预期啊 实际上大家之所以以前 群情激愤的啊 大家现在啊 掩齐息鼓啊 纷纷选择任命签约啊 就是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啊 影响我们心里最主要的 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经济行事啊 因为现在我们当时爆雷的时候 聊聊几家啊 有爆雷的消息传出 但是现在啊 是大面积的爆雷了 不管是理财的公司也好 基金也好 信托也好 甚至银行啊 你买股票啊 也是亏了一塌糊涂啊 买房产啊 也是动不动腰斩的 所以你的资产啊 你不管投在什么地方 都在缩水啊 相对来说啊 你现在爆雷啊 爆雷的时间比较早 处置的比较早 可能得到的结果啊 现在看是最差的 但是你放眼以后十年 啊 几乎可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了 啊 以后啊 爆雷的信托公司 他们的处置方案 大概率啊 是会远远差于这个方案啊 最近我还看到 有一个网友发私信给我 他说老哥啊 你熬了四年 不知道你怎么熬下来 实际上不止四年啊 真正拿到钱 五年可能都悬啊 他说我想一想啊 啊 我如果要熬十年 我还不如现在就把药吃了 啊 从这个话语真的是 看得出来 他是多么的绝望啊 他是踩了什么雷啊 他是踩了中融信托的雷 啊 实际上中融信托 我也有个接触啊 我以前讲过啊 我认识的一个银行的理财经理 他后来跳槽啊 就到大唐财富啊 也是中融信托 一家的嘛 他们就是中职集团啊 那个老板就是谢老板啊 啊 那个生意摊子非常的大啊 那个理财公司都是好几家 什么信托公司啊 什么什么什么资本公司都有啊 呃 当时 他也邀请我去参加了他们很多啊 投资的分享会啊 他们会请全国的啊 所谓著名的理财师啊 来讲经济形势理财产品之类的啊 啊 所以我跟他们打交道还比较多啊 当时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啊 都是整个公司上下充满着一种啊 对他们谢老板的一个磨名的崇拜啊 就说这个人啊 一波云天啊 一言九鼎啊 多么的讲信用啊 跟着这样的老板啊 不管是员工也好 还是投资者也好 你绝对放心啊 并且他还举到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有一个小的项目 当时也是啊 预期了啊 没有拿出钱来啊 谢老板一得到消息 这么大一个老板 马上坐飞机就直接赶到啊 坐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室 说你你什么时候处理 我再离开这个办公室 我就不走了 所以最后就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啊 啊 整个公司都是充满着对谢老板的一个崇拜 但是结果怎么样啊 还是爆雷了 并且是一个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惊天巨蕾啊 谢老板也 啊 也是 啊 事发了以后 然后去啊 就就就死了啊 两手一摊啊 剩下的那个大骷髅 那不是四川星托能够比的 四川星托也就是250亿的一个骷髅啊 那个 那个中资集团 我看网上有报道什么3.7万亿啊 比那个恒大还大 所以说像这种事情要最终处理下来的话 不要说五年了 当然我也不想给这位朋友泼冷水啊 打击他的情绪啊 所以说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生活还是要继续 大家 对未来啊 还是要还是要尽量乐观一点啊 不要影响自己的健康啊 不要影响自己的家庭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 所以从这个也看得出来啊 现实确实非常的残酷啊 虽然现在我们得到的方案是最差的啊 但是再往下面拖啊 有可能你得到的方案会更差啊 因为这就是目前的经济的形势 以及对未来的一个预期啊 现在爆雷的东西越来越多 以后要收拾起来可能会更加的艰难的 虽然我们川信拖了那么久啊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啊 正是因为它是一家民企啊 它的背景比较小 所以说它爆雷比较早 哪怕那些办事效率再低啊 四年时间啊 总算给了一个处置的方案啊 断手断脚里 总会还拿回一点那个那个残缺的躯体啊 再往后的话 不敢想象啊 不敢想象 因为现在爆雷的项目太多了 并且那个骷髅啊 那个真的是 那个可能是川信的几十倍 上百倍的一个骷髅 谈何容易啊 光一个川信250亿啊 就穷尽了整个四川省 能够调动的所有的资源 啊 你想你几千亿啊 上万亿 到时候怎么来处理啊 所以想想都可怕 正是因为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一个悲观啊 所以说让川信的受害者 大家基本上都认命了啊 所以不得已 大家也把这个东西牵了 可能这就是最深层的原因嘛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